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人节自己煮一个有诚意又浪漫的花椒鸭胸半红酒醋汁 首先彻底解冻鸭胸用厨房纸印干表面的血水 用刀在鸭胸皮上割上十指花纹 但记得不要割得太深 割开外皮就足够了 将花椒粒放入保鲜袋 用力压碎 在鸭胸两面涂上花椒碎 黑胡椒和盐 腌几个小时 如果够时间就可以腌过夜 开中火烧热锅 把少许水珠落锅 见到水珠在锅里走动 即是代表锅够热 抹走水珠 然后放入鸭胸 鸭胸皮向下 煎至鸭油流出 将鸭皮煎至金黄色 翻转另一面 再煎2至3分钟 盖上锅盖 然后关火 用余温烤5分钟 拿出煎好的鸭胸 静至5至10分钟 这样做是令肉汁回流 并且均匀地分布在鸭肉里面 在同一个锅中 下2汤匙鸭油 加入红酒 意大利香醋 和糖漬铲片 开小火加热 煮大约3至4分钟 再转中小火 将酱汁煮至可以用湯匙 滑出一条线 最后将酱汁盛起过篩 将鸭胸切片 淋上红酒醋汁 淋上红酒醋汁 就完成了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可以like subscribe share 和记得按着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影片